眼前这个黑人男孩开着父亲的豪车带着妈妈的祝福 这是他第一天上大学 看到路边的警察给他们做了个庆祝的手势 警察误以为被述终止 立马拉起警报追赶 并让男孩停车 他们要求男孩出使驾驶证 男孩转身去拿 他们又误以为男孩要拿枪 随后 警察翻遍车内根本没有枪 只找到了一张录取通知书 此时男孩还未断气 但他们没打算救人 直接把男孩靠在地上 回到警车 用抹布拿来一把枪 放在男孩跟前 晚上 大批警察和医生来到现场 男孩已经死了 这个崩溃的女警是男孩的妈妈 她冲到尸体旁 这个恍惚的男人是男孩的父亲 他是个法官 在看见尸体那一刻也崩溃了 第二天 妈妈辞掉了警察工作 她要求爸爸也要辞职 爸爸更理智一些 他说自己是本市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法官 如果辞职就更没机会为儿子成冤照雪了 妈妈哭着说 爸爸没再说什么 看着窗外的警车 他仿佛坚定了什么 第二天 夫妻俩见到了杀害儿子的警察 看得出警察小胖充满了愧疚 他无法面对夫妻俩跑上了楼 警察长矛却毫无歉意 直接说自己不必为工作而道歉 愤怒的妈妈上去就是一巴掌 爸爸接着说你杀了我的儿子 我会以法官的身份 不惜一切代价 将你绳之以法 长矛不屑转身离开 而后爸爸利用自己的人脉 联系上了市长 但市长说我们相信警察的执法 除非你找到他违法的证据 不然我们无法将其定罪 所以警察长矛和小胖 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和指控 这条路堵死了 爸爸又找到警察局的老友帮忙 老友直接冲进大案室 发现小胖和长矛还曾枪杀过另一个男孩 顺着线索爸爸找到男孩父亲 刚哥 他希望刚哥可以起诉政府 这样就能顺便重启他儿子的案件 这种接伤疤的行为惹怒了刚哥 过一会儿 虽然情绪平复 但还是没有同意 爸爸又找到一个相同经历的女人 依旧无果 他独自承受一切 不想让妻子伤心 假装轻松回到家 给妻子带了家乡美食 儿子死后 两人难得轻松一次拥抱在一起 但是隔天 媒体大肆报道 说儿子死有余辜 在他车上发现了毒品和枪 爸爸只能愤怒地砸车 却做不了什么 夫妻俩又大吵一架 妈妈埋怨爸爸的不作为 已经过去六个月 没有人为儿子负责 希望爸爸像个男人一样 为儿子声张正义 爸爸再次去找市长 市长被惹毛了 大骂爸爸 市长的一番话 切断了他最后的希望 于是爸爸又去找刚哥 这次他带上了执法视频 视频中 刚哥儿子根本没有枪 但被长毛击毙后 却多了一把枪 和自己儿子的乙母一样 看完视频 两位父亲决定 用自己的方式复仇 他准备好枪和汽车 研究好计划出发了 先来到长毛家 刚哥先上 但被长毛发现 两人扭打在一起 果然还是警察 长毛一个过肩摔 制服了刚哥 突然爸爸出现 两人爆发枪战 长毛说 如果知道是你儿子 我不会这么做 但这世上哪有什么如果 爸爸溜到身后 打倒长毛 爸爸用枪指着长毛 结果因为话多 长毛抄起烟灰缸 刚哥和爸爸都被制服 刚哥想求个痛快 好在爸爸没晕 拿起枪打死长毛 两人搀扶走出长毛家 寻找下一个目标 小胖 而此时警察已经开始部署 保护起小胖 两人在等红灯时 恰巧碰到警察 刚哥察觉到了什么 一个地板又跑了 警察在后面狂追 追到一间仓库 这次二位战力爆表 爸爸解决一个 刚哥解决一个 两人继续赶往小胖家 恰好看到擦肩而过的小胖 一个甩尾掉头 火速追上去 连续不断地撞车 一下 两下 撞停 但突然再次发动 继续追 刚哥被逼得不能掉头 只好疯狂倒车 对方还拿枪射击 最终 对方一个甩尾 两人翻车了 警察下车检查 被两人枪杀 接着 小胖被抓下车 跪在地上 爸爸把儿子的话 放在地上 对他进行审判 小胖开口求饶 哭着说 自己也有儿子 只有六岁 爸爸心碎地说 自己也曾有过儿子 终于 没有任何怜悯 他们开枪了 小胖也应声倒地 一场好几个家庭的悲剧 画上了句号 很难说 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但每个人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 当真相了然于胸 却不能伸张正义时 那就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感觉 但是 感谢观看